根据卫福部数据来显示 65岁以上的长辈 每五位就有两位是宅老人 缺乏社交 宏道老人福利基金会最近就跟超商来合作 推出工艺版卡纳赫拉零钱袋 也邀请到宏道照顾的两位宅老人 到这小动物快闪电 当起一日店长 包鸡蛋 制作爆米花等等 难得体验让他们有点胆怯 不过也很开心 希望社会都能踊跃捐款 支持宅老人与社会互动 不再孤单 卡纳赫拉的小动物快闪电 服务店员有点不一样 78岁的林黄素额 以及76岁的陈又山 是变身为一日店长 让收餐的家长有点惊讶 蛮特别的 因为通常都不太会是高龄的阿公阿嬷当店员 可能因为刚刚小朋友也蛮喜欢阿公阿嬷 所以刚刚买鸡蛋糕的时候 互动也蛮亲切的 还好 那你体验这些你觉得怎么样 感觉怎么样 很高兴啊 很开心 怎么说 就在参加这个波动很开心 由货柜屋所打造的快闪电 有麦卡拉赫拉的造型机蛋糕 爆米花还有饮料等 而由于空间迷你 加上老店员的手脚不太灵活 因此显得有些不协调 但大家还是给予他们信心鼓励 林黄素额陈又山 都是红道照顾的宅老人 希望借由他们能够唤起社会的捐款 让他们不因老而封闭社交 因而变得孤单 其实我们自己内部在观察 那这一波的疫情影响 确实我们在捐款的比例上面有下降两成多 那其实这也会看见说 很多时候大家越来越不敢出门 所以包含林钱捐也是我们非常担心的 所以非常期待大家可以做好房屋措施 那有到边境商店购物的时候 就顺便投下林钱 可以帮助我们持续照顾我们的长辈 志工朋友还有我们社工呢 都会带比如说居家的运动啦 或是带他们参加一些生命回顾的活动 那或者是带他们玩一些桌游 最主要目的就是希望他们的身心 不要那么快的退化 红道也与超商合作 设计卡纳赫拉林钱袋 要以这股粉红可爱势力 鼓励民众从小额累积到超商捐款 硬起的来关怀做事长辈 并化解宅老人的危机 用小爱守护他们的老年生活 这里的话台中采访不到